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 萨夫迪的作品总是在不断挑战各类几何图形 以及曲线框架 同时又暗含对未来城市的一种憧憬 这一次它又借由海壁台 将中国经济式永房的设计水准提升到了全新领域 垂直堆叠的塔楼如同通往蓝天的云梯 让每个公寓单元都能享受到充足的自然光照 和美丽的海岸盛景 在这里除了公共社区花园外 每家每户还拥有一个独立的花园阳台 生态环境备受重视 毕先生的家就在这 客厅的两扇风清帘将窗外的蓝天大海切换成一道朦胧的风景 也为室内蒙上了一层滤镜般的光影 用餐区五盏搓落锤挂的岩石状吊灯 梦幻而又轻盈 与墙上的金属饰品相应程趣 活跃空间氛围 书房以磨砂玻璃隔断 在保证一定私密性的同时 又让整体空间更为通透 层次也更加丰富 卧室灰色的软包大床 设计温馨舒适 给人以亲切的触感 可以塑醒在每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 静静聆听窗外如洗的海鸟声 这里的生活安适且快乐